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议接种两剂 且两次接种的时间要间隔4到8周以上 提醒各位家长 如果小朋友曾经感染COVID-19 短期内再次感染的风险会降低 建议自发病日或确诊日起 至少间隔3个月再接种COVID-19疫苗 请洗手 戴口罩 持续落实防疫好习惯 守护家中宝贝健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收看大时大伙传 今天是8月11号礼拜四 今天台股是涨了 涨了258点 恭喜老爷 贺喜夫人 爱玲老师又猜对了 就这么巧 昨天点111点我跟你说什么 我说这个叫压回 压回之后 所有人都在看CPI的公布 我说一定会急拉 结果呢 那是不是符合大家预期 我就跟你讲 他公布那个数字 你要去了解说 他公布这个数字是 去今年的7月的物价 美国7月份的物价 去比去年7月份的物价 一样也是8、9啦 不是8就是9啦 你懂我意思喔 但是我们关心的是 它的MOM嘛 也就是说你要拿7月去跟6月比 那个才是联准会要看的数字 懂吗 所以大家看了懂的时候就知道说 今天为什么开高 昨天美股涨啊 涨500多点 对不对 然后那个废城半导里 前一天跌4% 今天是涨5% 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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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差1%啦 再多涨1% 那你觉得怎么看 对不对 前天台积电跌2%多 昨天涨3%多嘛 这次全部涨回来啊 那涨回来 那你知道台积电的合理价格应该多少 你要去刷 你要做功课 你就说那个ADR的报价怎么折算到台币 这边台股应该值多少钱 所以它会有一个价格的依据 我讲得很清楚 就是你衡量一个东西 你要有一个价格的依据 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统一的标准 就像我说那个中壘嘛 中壘涨到106块半嘛 那到底是中壘比较好呢 还是6470的宇智比较好 那你要去看嘛 他们上半年总共赚到钱 一个中壘赚了3.09 一个宇智赚3.2几 那我问你 你要买哪一个嘛 一样赚钱啊 两家都是好公司 当然你说老师那最近中壘比较强 是因为外资在回补嘛 回补嘛 它有嘎到那个股票选择权 股票期货 它有嘎到股票期货 所以它最近会比较强啊 但是观众朋友 你要去衡量说 不对啊 这个钱赚的比较多 这个股价比较低 哦 它最近比较低是因为 创了历史天价之后拉回嘛 做整理嘛 这是一个必然的 但是你在拉回的过程中 如果未来还是看好 那么你要趁拉回买嘛 我讲的不难啊 我讲的理论都不难 我说得出来 可是你不见得做得到 懂我的意思哦 就像观众朋友 你会说那今天涨200多点 你的长龙没有涨嘛 哈哈是不是结束了 对不对 哈哈哈哈 也不过这样嘛 对不对 我当然知道观众朋友 你在想什么 那重点是什么 它在八字头 它在九字头的时候 你有沒有下去买啊 这才是重点 你根本就没有 你管人家会挡到哪边 有重要吗 对不对 就像我跟你讲说 这一波台积电还没有结束嘛 你去看昨天的节目 我讲得很清楚 我说台积电昨天守500 我说它在走ABC 它西坡才刚开始而已 只要突破它要走西坡 当然很多投资朋友认为说 老师你不是都看坏台积电的话 为什么你这边在说会反弹 它跌这么深了 当然会反弹啊 这边也有反弹啊 这边也有反弹啊 那这边有反弹你奇怪吗 那反弹完之后呢 可能阻底 可能酝酿更大一波的跌势 没有可能啊 怎么会不可能 股票市场哪有不可能 对不对 这一波拉到620的时候 你也是死不走嘛 对不对 那我就一直笑你啊 我说赶快跑啊 想空的你自己看怎么办吧 下来又100多块 这边上来560 那个我好可怜啊 那你还是不走嘛 对不对 还是跟我喊好可怜嘛 就在这里 直到这里你去看那几天的袋子 我都跟你讲 超跌了 超跌了 就隔没两天 国安基金就启动了 国安基金就启动了 我也不知道国安基金会启动 更何况他前一天还说 不要 对不对 那既然有这个机会啊 我是讲了 这是有时候是机会才啦 有这个机会上来 你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把握啊 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这样 就你关键是你相不相信我 对不对 我阿贤讲话 OK啊 你可以觉得说 我讲话没有依据 或是说什么 甚至你说你刚好在吃饭 然后我觉得每次听老师讲盘 就很想喷饭 我说这个人世间可以让你喷饭的事情太多了 就像我这两天都在笑嘛 他说全党力挺 我们的阿通跟阿坚啊 对不对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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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啊 为什么 对啊 为什么 你也没有去想过为什么 对不对 全党力挺 所以我们继续吃瓜嘛 哇 真的哦 好棒 千万不要退选哦 要坚忍不拔哦 知道 撑下去 我真的很想看结果 当然这个结果是由桃园市的市民去做决定 但是我也是觉得说 这可能外衣效果会蛮大的 我可能挫在等 挫在旁边等的是陈时中啊 好 串的蛋 不知道你听得懂听不懂 反正就是顺势嘛 那我认为我们是吃瓜的老板 现在很多投资朋友说 低档你不买 拉上来你只有吃瓜的份 今天 老实说你今天万泰科长个几毛钱而已 他会不会啊 怎么样啊 结束了吗 花若盛开 蝴蝶自来 我坚定我的理想 我坚定我的说法 我不在乎你是蚂蚁蟑螂 我跟你讲影响不了我的 影响不了我的你放心好了 国民党执政的时候 国民党做的不好 我把马英九骂的跟什么一样 现在民进党 那什么样子 你能接受 你能接受你就去投啊 跟我什么事啊 对不对 三观不合浪费口舌 你的观念是什么 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懂吗 这盘结束了吗 他也在走ABC啊 老师这样压回哦 这个我跟你讲我好可惜哦 没有买 对嘛 这边你也没有买嘛 所以压回你也不会买嘛 你这个刚刚好而已啊 对不对 甚至很多投资朋友在问说 老师他那个季线会不会过 我跟你讲季线就在一万五千三啦 其实我最想最想研究的是 半年线会不会过 现在国际的那个指数通通站上半年线 我们回到半年线应该一万六耶 你知道是一万六耶 可是那又怎样 对就像很多投资朋友问我说 老师安尤达今天大涨 尤达可不可以追 其实我是很想跟你讲哦 这边在反弹的时候 我说什么跟群创合并 那个都是假的 那个假议题 假装给你做一个三重抵之后 然后开始暴跌 我跟你讲哦 这边啊 这边就变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你弹起来我还是建议你卖啦 当然我知道说十月份他要减资 他减资可能又减资两成吧 九月底可能要有那个什么 借券回补啊 这种券要回补 可是我是跟你讲 劝你啊 谈起来就是放弃 放弃 你可不可以不要买这支股票 当然你会说什么 照你那个什么价值的分析法 他应该净值有多少嘛 对不对 那净值我们猜 那净值24块嘛 对不对 那现在15块而已啊 那你这个打折卖我 对不对 打六折卖我 我觉得OK啊 我说你觉得OK就好啦 我跟你讲你觉得OK就好 你不要到时候 舍不得走 然后之后就说什么什么 我跟你讲啦 我本来有看到一个好的老师啊 结果我就是自己放弃 那个就是个人的选择 我有时候就是尊重你 就是尽量 缘分到了你就会来找我 你想赚钱我不要用那种什么 滑重许总的方式啊 来告诉你说什么 你一定要参加我会员啊 会赚多少钱 我觉得那就很不实际 我做的好不好 我做的正不正派 你自己看得出来 老师啊 我觉得你的股票没有涨停板 我就好痛恨你 随便你啊 万来科今天开高 创了个小高点之后下来 小高点下来 那成交量没有降温啊 还有一万多张 昨天外资啊 买了一千多张 买一千多张 那这四天买了三千张啊 好 那结论还是要跟你讲 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卖 我知道很多人卖掉了 那助你大赚哦 你不能说老师那你怎么样 很多人连个谢谢都没有啦 那昨天的情况我就跟你讲说 上半年是赚一块七毛六 一块七毛六的话 以这个三十几块的股价 是贵还是便宜 你自己要去衡量 然后我揭露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说董事长他自己六月份 买了818张跟交易所申报 七月份又申报了买了700多张哦 其实你懂交易规则就知道说 如果董事长大股东自己买股票的话 事实上比那个实施库藏股还要好 因为库藏股是拿公司的钱 公司的钱下去买 那维护股东的权益嘛 对不对 因为股价跌得太惨才会去维护股东的权益 他不会涨在天上的时候跟你讲说 维护股东的权益 所以这边你要很清楚就是说 如果老板自己很有信心他自己买 那行情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 因为至少依照法规他半年之内还不能卖 卖了他有赚钱他就变成说 赚钱要归公嘛 归成公司的 所以他没那么笨 他一定是买 他一定看到后面不知道有什么 那我也直接告诉你 因为还有东西还没有见报纸 所以我们就不方便多讲 所以你想卖你就卖 反正你是赚钱的 很多投资朋友看我的节目 买在33 34的很多 那我也只能告诉你说 你仔细看一下K线图嘛 这K线图就很简单 他就是一个下降压力线 今天点到了 点到了 接下来如果有办法带量突破的话 他只要这一波是带量 那就是过高了 那你要注意了 最近外资这样买 一定有文章 我给你讲一定有文章 因为很多台湾的本土的大资金的人 他会用外资的户头下去买 那既然他用外资的户头买 他要卖的时候也是用外资的户头卖 所以你要特别注意 如果这个情势没有大幅度的改变的话 事实上你看整体的 他持股的量是往上升的 累加上还是往上升的 那接下来你就要注意是说 好消息见报 会发生什么事情 因为这个股票走多头你看得出来 这个股票走多头你看得出来 他又是低轨卫星的题材 又是光通讯的题材 所以他是走多头的产业 你不要搞错 包含宇智 宇智是网通的嘛 网通光纤的前端嘛 对不对 他们是走多头的产业哦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走多头的产业哦 不是告诉你说今天 稳帽反弹 宏杰科反弹 那个股票是走空头的产业 那个低档跌升的那叫反弹 走多头的产业是你接下来他看到的是未来前景有办法继续走 业绩有办法上来 获利有办法上来 他是往上的 是上升产业 我不知道你听得懂 听不懂 也许你的层次就是只有到某个程度而已 那到某个程度而已 就是说你可能插个花 有赚个几百块几千块 那OK嘛 记得要继续支持老师的节目 给老师脸书什么的 line上面按个赞好不好 那你要赚多少钱 你的格局去决定的 你会不会走错路 会不会胡思乱想 那就是你思路够不够广泛 那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广告 有需要的跟我们线上助理做一个联系 全球的情势正在大转变 你准备好了吗 小资翻转188专案 帮您翻转您的人生 您的财富 翻转专线02-8511-3366 02-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 座位画设人行道 记得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赶时间 每车 超过 不近一百公尺范围内 有行人穿越道 人行天桥 或人行地下道设施 不得随意穿越道路 如果在无行人穿越设施之交叉路口 应在人行道延伸范围 停止限制路源范围 或路源延伸线往路段起散 三公尺以内范围穿越道路哦 遵守行人路权 路口大家安全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欢迎您再回到现场投资观众朋友 那今天台股啊 你可以看到说他那个各类股在做震荡 你像航运股一开盘开高 然后最后没什么涨 甚至有的还翻黑 那前几天比较强的往通就各一其去 就是有些股票甚至打到跌停 很像智义打到跌停 可是有些股票震荡震荡 还是慢慢往上走 很像中壘也是啊 今天我记得我盘中看了没错 往上走 那昨天投信大买的那个华欣光 那个最投机的嘛 昨天投信大买华欣光 今天一开盘就快涨停板了 其实这股票几块涨上来 17块啊 他现在涨一倍 有没有赚钱 有啊 开始赚钱了 第二季转亏为盈 赚多少钱 零点几啊 跟你讲他赚零点几 懂吗 可是你要看哦 赚零点几他是17块飙到37块哦 17变37哦 所以你一定要观念很清楚说 当这个产业上来的时候 转机股或是原本很烂的股票开始往上飙 代表什么 接下来那个机油股 他是往上冲 会冲很很久的时间 这法人最后一定要买的 为什么 为什么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字邦 对不对 在讨论中壘 5388中壘 这不是好公司吗 是啊 今天107块了 107块了 所以我的逻辑我没有问题 就是说当你看到整个产业是往上的上升趋势的话 一开始你会觉得好像转机股 也就是那个很比较产业中 比较末段般的会涨比较凶 接下来就是有基本面的 获利本来就很好的 那些机油股他会接棒 开始往上带 而且会带很久 所以你会觉得说老师 前两天宇治拉回 我说爆量创个新高 然后先压回嘛 那压回到今天就是第三天嘛 所以你就看到说 他尾盘就开始上来 对开高打下来 对对整整整整整整整 我一通扣心出去 开始翻红 开始往上 就这样 那你要知道你自己在干嘛 你就知道说那大概情况是什么 买股票有时候是时间点的问题 价格我们当然是价格是随机的 不好拿捏 你说卖最高是不可能 但是相对低一点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那什么时候该进场 那你自己要去衡量 除非你没有兴趣嘛 那不然你就去衡量 要做功课说 大概情况是怎么样 大概情况是怎么样 比较有胜算 我要的是说 因为有些投资朋友 他说那你老师你怎么这样看啊 像很多投资朋友 他问的问题就是天南地北啦 我们要讲的是天南地北嘛 就像前天嘛 半导体是大跌的嘛 那昨天晚上半导体就大 又变大张 那你怎么去解读这个 对不对 那看你用什么的角度去衡量嘛 是不是听人家说 你前两天 昨天台积电连电 对不对 都收黑啊 那今天都涨上来了啊 那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昨天拉低的时候你要买啊 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那你有没有买 没有买 没有买那是涨上来 没你的事 没我的事啊 我没有啊 这个我没有连电啊 我没有台积电啊 可是我跟你讲还会再涨 可是我是跟你讲说那是你的机会 因为我也告诉你说 这个是ABC坡嘛 他现在在走西坡 时间到 原则上我会跟你讲一下 稍微提醒一下 但是如果说 你就是不会听的 那就算我拿证据出来 你也觉得说我在骗人嘛 你会觉得我在骗人嘛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要祝福你说 继续住你的总统套房 住你的护国神山总统套房 没办法 不是你在住而已 很多人在住 有些人住的很开心 有的人住的一点都不开心啊 对不对 我们招收会员的时候 我也遇过台积电里面的工程师 他说老师我跟你说怎么 哎呀 你在电视上讲的我觉得你那个论点不对 对不对 跟你懂不懂股票 有关系 你觉得我产业面分析错误 问题是 相信我的人都赚钱 我不敢说都赚钱啊 至少没赔到什么大钱 你自己要去衡量说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才是对的 那你要不要把握什么A B C坡 C坡的反弹 我跟你讲那不干我的事 你懂我意思吗 那不干我的事 你高兴就好了 对不对 你比如说老师那么低点上来 随便买又赚了五六万块 对不对 你现在在那边给我什么 触眉头 我触你眉头干嘛 你又不是我会员 对不对 更何况我讲的东西 也不会马上印证啊 对不对 你都把事后看到的时候早知道 就怎样 早知道 早知道你就好业了 早知道 很难讲的啦 反正你的眼睛我相信是雪亮的 你应该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接下来怎么做 那你说老师今天没有大涨 没有大涨 没有大涨 我也跟你讲过啦 谁告诉你一定要大涨 对不对 重点是你又没有啊 你又没有 你在大涨干什么事啊 对不对 那你要注意这个啊 对不对 大老板买多少钱 大老板买多少钱 那你现在可以买多少钱 那如果大老板都输 那你也无话可说嘛 对不对 所以很多东西你要去看哦 其实安国他也是属于 网通的股票啊 他是做网通的IC啊 我跟你讲哦 网通的股票里面哦 没有涨的已经不多了 我还是要跟你讲 你现在你不会听哦 你一定是等 等个WD确认了 突破颈限了 40块突破颈限的时候 你才会认同 这很正常 所以话我一定要先讲在前面 之后印证的时候 你才会说哦 没有啊 老师都有先讲 那接下来你怎么做 那就是看你啊 你要怎么做 当然是你一个决定 你要不要跟着我们来 或是说打个电话 跟我们线上助理 做一个联系 聊聊天 或是说 看我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需求 对不对 供应你 那也是看你 好不好 那也是看你个人的意见 好不好 祝你大传 我们明天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因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